主料,酵头高粉210克,酵头低的90克,酵头细砂糖24克,酵头提发干酵母6克,酵头水240克,主料,酵面团高粉210克,酵面团低的90克,酵面团细砂糖96克,酵面团烟5克,酵面团奶粉24克,酵面团带2只,酵面团水40克,黄油30克, 蜂蜜水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酵头中的原料放入面包机里混匀,放温暖处进行发酵,发至膨胀好回落,内部成蜂窝状,然后将煮面团的清水与鸡蛋放入面包机里,加入煮面团的糖与奶粉,再倒入煮面团的高粉与低粉,放入盐里酵头,启动面包机, 在面团搅拌至扩展阶段,加入黄油,搅拌至完全扩展光滑不沾的面团,时间大概30分钟 搅拌好的面团,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,取出重新搅拌一下面团,然后进行翻面延长发30分钟 取出面团,分割成六份,滚圆静置15分钟,然后将面团搓成条形,两条扭在一起,再绕个结,排放在烤盘里,放在温暖湿热的环境中进行醒发 请发至原来的1.5到2倍大,涂上蜂蜜水或大叶,送入180度预热好烤箱里倒数二层,烤了大概15分钟后,如果怕烤的表面焦,就焦盖一层锡纸,再烤15到20分钟至表面金黄即可 面包出炉放凉再食用,烹饪技巧 一老式面包,其实也像做欧包一样的方法啦 先做好浇头,发酵两倍大后,再与主面团混合再发酵的过程 二,烤面包前涂上大叶,如果没有涂,可以在面包表面撒点水,或涂上蜂蜜水 以防面包表皮破影,三,以防面包不烤的过焦 最好放多一个空烤盘在最底层,次面团发酵是否OK,足以影响面包的口感 所以面团的发酵一定要充分 外面延长发酵,是使面包得到充分的发酵 做出来的面包会更松软好吃 拧搅拌好面团,拿在手上感觉很有弹性,而且软软不粘手 并发好的面团,也可以重新用面包机搅拌至光滑后再造型 七,如果怕表面烤得太焦,开烤的时候可以盖上锡纸 差不多烤好的时候,再拿开锡纸,炒至表面逐色即可 但为了你的健康,面包出炉要放凉后才可食用 九年与酵母不能直接接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了一期进入D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